让他跟我网站搬 来 慢点啊 稳稳当当的 小心点啊 别撕着了 帮你听住 怎么又是你啊 是我让杜夫子来的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生意 杜夫子又是关身 有他在 两边都放心些 多谢 不必客气 都是自己人 就是尽一些绵薄之力吧 坏了坏了 我 我刚才想起来 这六百罐里面 是不是也有隐隐的钱呀 那咱们就这么挪了她的钱 不太好吧 放心 我昨天让赵定义去神府问了 她说让咱们用 不碍事 那就好 赵哥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 这日头这么晒 你就不怕站在这儿晒成肉干啊 怎么那么傻呢 都是为了我好 有劳 这 你昨天晚上去沈家 你昨天晚上去沈家 怎么也没告诉我 潘儿姐不让 为什么呀 那你去沈家 影章跟你说什么了 她把潘儿姐给她的信给死了 说这么着急 跟她远远远出现 那她不就是想逼她吗 好 她现在用不上这些抽签 就当作你们当时去华天救她的谢礼好了 她还说 她身子不好 她身子不好 得好好休养 就不来和潘儿姐跟谷姐夫的喜酒了 她怎么能这样呢 就因为她也喜欢谷 就不顾往日姐妹的情分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那她现在在神府怎么样啊 你看到她的气色还好吗 挺好的 衣裳穿得可华丽朗 柴子上的珍珠有这么大颗 一大帮子脖子羊娘伺候着 上上下下都管她叫娘子 那就好 还好她这回啊 遇到的不是骗子 其实我也是这回去了沈家 她隐约发现 她这回走 也未必都是因为顾姐夫的事 毕竟顾姐夫严厉 从来都只有咱潘儿姐一个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嫉妒呗 你想啊 当时她都能因为那个什么欧阳 诸位进士 就隐门心思要嫁尽周舍 如新 咱潘儿姐都要当上高谜夫人了 她还不得赶紧跟个闪床 是吗 至于吗 当然了 潘儿姐可能没踩到头一层的意思 但肯定踩到了这一层 要不然 为什么不让我跟你说这个事 三娘 昭地 该你们了 该我了 还有尹章呢 茶坊是我们三个开的 望月楼她也出了本钱 理应有她的一份 我只是暂时代签而已 赵娘子高一呀